明星在左红的时候 往往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好事情 但是一个明星人品好不好 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今天凤凰就要来谈一谈 2022年因为爆出负面事件 形象全面共坏的五位男星 第五名张雨健 男星张雨健在今年2月宣布与女星吴倩离婚 当时网络上一面倒的支持吴倩 对张雨倩都是责难与不谅解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说清关难断家务事 不过张雨健的人缘这么差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武汉大学校花出身的吴倩 有着一张清纯又充满灵气的面孔 她在鹿顶纪扮演木剑平时 就让很多人为她可爱的脸孔着迷 在何以生肖末中扮演的少年赵莫生 那青色的学生样也让人印象深刻 一直到则天纪 她扮演的洛洛公主更是天真武邪灵气满满 不少人认为她风头直逼女衣 那时候吴倩的发展很好 直到在我只喜欢你演了女一号 和张雨健演了一对情侣 从高中到大学 从校园到职场的浪漫爱情故事 那观众喜欢上他们 两个人也因细深情 他们俩在2020年就偷偷结婚 但是并没有公开承认 直到后来被拍到才不得已承认 那时候已经是吴倩都生了一个孩子被拍到了 2021年3月 张雨健只好在微博承认 但是发文充满无奈不悦 连吴倩的名字也没提到 让网友对她不言的言语感到惊讶 张雨健虽然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本科生 但是在众星云集的演艺圈里 样貌不突出 演技也只能算是一般 知名的代表作不多 大概就是狼牙榜 近王的属下烈战英 和吴倩的我只喜欢你 所以不少人认为 她的心路远不如吴倩 但却又非常想吵单身人设吸引粉丝 所以不情愿公开自己的恋情 像是在2020年的下一站是幸福 单纲男儿的她和女儿于树心 又狠狠地吵了一波CP 反正是吴倩在自己最有发展的时刻 选择结婚还为她生了孩子 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 在张雨健承认与吴倩隐婚生女的一年后 2022年2月14日 情人节当天 两人宣布离婚 网友立马留言祝福吴倩恢复单身 张雨健的留言区却是骂声一片 有人笑称 结婚的时候不官宣 离婚的时候倒是很积极 这件事情让张雨健的形象大为崩坏 虽不算是严重的劣迹事件 只怕短期也难有好发展 第四名张翰 出道超过10年的张翰 过去凭借着一起来看龙心语 姗姗来了等戏 在演艺圈也有一席之地 虽然今年没有大作 却也不是没作品 没想到今年的一部东八区的先生们 让张翰惨到被全网炮轰 东八区的先生们 号称是男性版的欢乐颂30而已 希望拍出四个男人的人生故事 男人张翰饰演的男一号 在剧中却有许多浮夸的烟心机制 其中最让人诟病的一段 就是看到王小成饰演的许多要跌倒了 因此身受祝福 却意外扯到对方的内衣带 更扯的是 还有荧幕不知道是怎么演的 张翰的手竟然直直的摸在胸部上 被网友直呼 这实在太离谱 因为这些低俗情节引来网友炮轰 还直接被中国官媒人民网批评 算是被公开促行了 加上过去张翰的一些行为被翻出 像是熊豹合作游演员张俊宁 让网友觉得张翰实在太油 各种批评意识之间充满在网路上 其实2014年的韩国电影 热血沸腾的青春 男星女中硕在戏里也有一幕 不小心抓到那一代的镜头 但是却是非常自然且青涩尴尬的氛围 张翰或许是想致敬但却超坏了 而他过去的作品和形象也都是走霸总路线 这样的表演形式现在却显得有些过气 让这次的事件变得越发严重 东巴区的新生们在豆瓣只有2.1分 一星评价高达97.5% 创下今年的最低纪录 最后这部戏也被各平台全面下架 讽刺的是这部戏是张翰号称打磨了4年 经过无数个熬夜拍摄和剪辑的夜晚 最后却做出了一部被全网炮轰的作品 这部戏他不但是难以好 还是出品人、坚韧制作人和编剧 因此再怎么样都难其其咎 让他成为今年形象全面崩坏的一位 第三名 邓伦 以湘密城城记录商跃升一线男性地位的邓伦 在2022年的3月爆出了他竟然逃税的事件 经政府机构调查 邓伦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 透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进行虚假申报 逃税金额高达近5000万人民币 最终被罚1.06亿人民币 邓伦当时也立即的在他的微博公开道歉 但是最终人面临作品被下架 个人微博账户被封号代言品牌均解约的惨况 直到目前已经过了半年多 仍然没有一丝付出的迹象 过去同样逃税的名人 外民兵、郑爽、维亚也是到目前都属于封杀状态 因此邓伦恐怕也是胸多吉少 有些网友表示对邓伦被封杀感到可惜 有些人则认为都有前车之鉴怎么还逃税 邓伦也因此成为今年度崩坏的明星之一 第二名 许开诚 今年32岁的许开诚 出道许多年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这两年才开始机会变多 去年底在杨丽的大戏《虎珠夫人》中 单纲男二号逐渐获得瞩目 没想到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 却意外爆发了不面的桃色新闻 就是他竟然劈腿双美 张天爱和古丽纳扎 两位女星都是女神等级的人物 以太子飞升职记走红的张天爱 拥有冷艳的面孔 傲人的身材 古丽纳扎有新疆维纳斯之称 也是演艺圈中著名的大美女 这整个事件开始与许开诚和古丽纳扎 因为合作新剧烈烈红尘走得很近 有媒体拍到许开诚在深夜 多次前往古丽纳扎的住处 包含在七夕拿着礼物到他家 但当时许开诚和张天爱正在交往 到底是没有公开分手 还是许开诚出轨呢 就在这时张天爱直接在微博 曝光了一段许开诚的录音 大致上是说许开诚承认自己酒后乱性 对不起张天爱 张天爱在文中还暗指许开诚是惯犯 希望所有女孩擦亮眼睛 随后古丽纳扎也转发这一则讯息 并说自己绝对不会是小三 不敢相信许开诚是骗子 这段录音让自己看清楚许开诚到底是什么东西 即使许开诚后来在自己的微博发出道歉说明 提到张天爱所说的酒后乱性 是发生在两个人短暂分手期间 但这样的说法似乎也没有被网友买单 梁美同时痛击许开诚 让她很难说自己是清白的 虽然只是情感道德问题没有被封杀 但许开诚的形象在今年全面崩坏 一些谈好的戏约和代言瞬间没了 今年的第一名非李一峰莫属 35岁的李一峰出道十几年 从早期搭档杨幂以古剑奇谈走红 和赵领搭档清明智事业更上一层楼 到演出麻雀和隐秘而伟大 转型实力派演员 拿过精英奖和百花奖 是当年的四大顶流之一 李一峰常年位居一线男性 这次却因为嫖娼而塌房 绝对令人震惊 当时网路上有谣言传出时 李一峰还嘴硬不承认 甚至发布声明 说自己遭遇过几十次 几百次空穴来风的谣言 好笑的是 没想到这个声明和长文一夜消失 接着央视新闻就报导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指出 演员李某某对多次嫖娼的 违法事实公认不讳 直接就把李一峰的大名给打上了 李一峰被公开出行后 其代言的品牌纷纷解约 仪式作品被下架 李一峰的个人微博账号 工作室官方账号 全球后援会官方账号 全部被消失 甚至连奖项都被撤销 彻底的全面封杀 之前嫖娼被封杀的李云迪 微博账号都还在 看来可能是坐了还故意说没坐 下场更惨 也有网友爆料了一个传闻 为什么李一峰嫖娼会被发现呢 因为完事后 李一峰害怕留下记录 不敢为女方叫计程车 叫她骑共享单车回家 于是女方只好在半夜两三点骑单车 半夜遇到巡逻远景 觉得她穿着清凉 半夜骑单车的行为非常诡异 女方只好全盘拖出 李一峰也在事后被传唤到警局 让网友笑称 老老实实打车就没那么多事了 看完了2022年崩坏的五大男星 观众有什么感想呢 谁让你是最惊讶的